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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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您 您跟我们保守估计一下 您的这件作品在市场上现在价值多少 现在是在市场拍卖是三万块钱 三万元起拍 对 好的 谢谢您 谢谢 好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 今天我们的对阵双方 他们是同事 我们欢迎两位同样来自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 著名节目主持人 欢迎江夏小姐 欢迎刘佳先生 两位认识 我们做节目好几年了 好几年了 对对 但是最近分开了 为什么呢 对呀 他就去那个你说的那个87.6 我知道 我们在北京经常听87.6 是这样 就是搭档呀 和恋人是一样的 就是在一起久了 总是会没有新鲜感 于是就分手了 于是我就去寻找新鲜感了 对 在工作当中我们是搭档 在生活当中呢 你们是恋人 我们各个各的 在这里提醒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奥维码 下载CCTV微视客户端 与现场嘉宾同步竞猜 答对的朋友将会获得精美奖品 另外您如果有藏品想要鉴定 可以一样下载我们的CCTV微视客户端 专家会为您免费健保 另外提醒各位 一锤定音节目报名渠道升级了 扫描屏幕下方奥维码 下载CCTV微视客户端 参与节目初见会 一键报名省时省力 不收取任何费用 一切收费的都是骗子 好了 接下来就要开始今天的角逐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 第一轮两键藏品 请看 本键藏品保主认为 它是宋代原又年间的一支维瓶 为当时著名名谣 瓷州阳的产品 白又黑鱼 朴实粗放 具有年间特色 鱼在水草中 穿行画面灵洞 而这件藏品 保主认为 它是一支棉果晚期 红柚压道开光粉彩尊 远山建树 画面舒朗 色彩明宽 压道的工艺 耗时废工 展现功力 底部有福良陶纸的款制 那么 两件颇具特色的藏品 一支古朴 顿厚的宋代瓷州窑 白又黑花梅瓶 一支色彩明艳的民国 晚期红柚压道 粉彩尊 哪一件和保主的描述相符呢 我们先来听两位谈一下 对这两件宝物的第一印象 我觉得 我面前的这一件 蓝色的这件 一个字 艳 民国的这件 对 然后我觉得 靠近你的那一件 也是一个字 简 我的第一印象 就是蓝色的这个 我的用一个词来形容 就是有点浮夸 有一个词 对 给我的感觉 因为我在我印象当中 老物件应该是比较厚重 沉稳的大气 内敛的 对 然后这个呢 我觉得它就是有一点 厚重一点 相比较而言 相比较而言 好 我们可以回头看一下 十位高三写出的关键词 江夏先挑一位高三 为你提示 我要那太花的 好 一号 我感觉这个蓝色商品 有点太花了 它艳里不符合这个 年代的久远 好 来 刘佳挑一位 我挑五号吧 我觉得这个 刚才一说这个亚花 我觉得当时心里就一动 因为它是那个亚花的这种 工艺平常并不常见 尤其是现在 这么看过去 我觉得挺美的 好 在选之前 给你们最后的一个机会 进一步了解一下 这两件宝物 有请两位宝主 我们欢迎来自 河北石家庄的李曾财先生 和来自河南西洋的 陶厚城先生 大家好 您好 您好 这点东西是您什么时候都收藏 这个不是我的收藏 这是我的一个朋友的 一个朋友的话 我带他家去串门 结果看到了 很喜欢 他也是个藏友 完了以后的话 我就想着 就是跟他交换过来 他看到了我一个 就是马家瑶的一个采淘罐 但是的话 我后边仔细看了看 他这个的话 就是说我感觉有两点存疑 一个是就是这个款 因为这个款的话 这个同样的款啊 好像是在日本某一个博物馆 也有这样的一款 但是的话 这好像这个款有争议 我跟您查一些资料 另外的话 就是说这个煤瓶的这个嘴啊 这个口啊 好像是偏矮 是吧 跟一般的煤瓶 我感觉的话 有点不是太协调 所以说有这种疑虑 所以说今天来到 这个一锤定银的话 想请咱们专家给张张眼 看看能不能断断带 祝您成功 祝您成功 好 陶先生您好 周老师好 您好 这件东西是您 什么时候收藏的 这也是我一个朋友的 一次到朋友家去玩的时候 一进门 看到他在朋友家的 那个架子上摆着 就非常喜欢 朋友说 其实啊 你跟他挺有缘分的 我们这儿有好多 古玩店的店主 你们平时跟客人 都这么说话 是吧 先生 我看你这面相 跟我这件东西 很有缘分 差不多 然后你 你就决定要了是吧 不是 我当时很奇怪 不明白怎么回事 然后朋友接着说 你把这个宝贝 拿起来看看 我拿起来一翻着一看 底上有落款 我们刚才看见了 浮粮陶植 朋友说 缘分在哪呢 我姓陶 他也姓陶 所以说呢 朋友说 我跟他非常有缘分 今天呢 就委托我 上来 您经常 您经常这么买东西吗 这个倒不 你看 我认识好多姓蔡的朋友 他们每回去菜市场 都是满载而归 真的 接下来要做出判断了 来 各位 请选择 我们来看一下 十位高餐 是怎么选的 有两位高餐 孔德佩和蒋春英 认为宋代 慈周遥 这一件 没错 另外八位都认为 民国的这件慈器 是对的 我们来看一下 两位嘉宾 他们的选择 请看 两位都选择了 这件 民国晚期 红幼亚道 开光粉彩尊 接下来我要宣布 经本栏目专家 仔细鉴定 第一轮 两件慈器 描述符合事实的 是 民国晚期 红幼亚道 开光粉彩尊 恭喜两位嘉宾 各立起一枚雕粉 恭喜 谢谢 您这个呢 描述有点问题 描述有点问题 您这件慈周遥的这个煤瓶呢 如果单纯的从画工上来讲 画的非常娴熟 但是在造型上 刚才您自个儿也说了 就是 那口啊 稍微有点看着别扭 底足的修批啊 已经达到比较流畅了 但是跟真正的 原来宋代的这个慈周遥 那个流畅劲啊 还是有差距 要是真正的这个慈周遥修批的时候 就是这刀刷一下 就这么一转 所以你看着特别流畅 还有一个最大的鼻病呢 就是上边如果有字 大家学一下书法 看看这个从书法上 能能看出这个时代的特征了 因为古人啊 不管是文化高文化低 他跟咱们现在不一样 他是一辈子使用毛笔 所以呢 他对于毛笔的笔性 掌握得比较娴熟 线条不至于很划软 而这个瓶子后边的字 软弱无骨 这是现代人的毛病 所以呢 我就判定 这个东西 不是古代的东西 不是使用毛笔时代的东西 谢谢 谢谢金老师 好 那么您将获得由紫轩酒业提供的 紫轩名愿冰白铺的酒一辈 反正也不是您的 是吧 您回去请那朋友喝喝酒 再慢慢探讨 记得把您那件马家牙拿回来 千万别忘了 感谢李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 谢谢 再见 好 陶先生这一件第一款 福良陶植 您觉得他现在植多少钱呢 朋友说过一句话 福良出品 避暑精品 他认为这多少钱 大概20万左右吧 好的 接下来我们要请两位嘉宾 用按键器输入你们认为正确的价格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本来我合作的 两家知名拍卖公司和红玉博馆 给出的市场估价和两位嘉宾 给出的价格谁更接近呢 请看 15万元 恭喜刘家 底下有四个字 福良陶植 关键是这四个字 这个生殖空间可就大多了 我一说着 在这需要当老师的 大家都知道 他这个价值在哪了 当年刘宇淳 这珠珊八友知道吧 温玉亭 张志涛 都在这学校当过老师 所以他有这四个字 所以他有这四个字 跟没这四个字 这价格就差了 好 好 谢谢 谢谢杨老师 谢谢 本件仓品是一件红柚亚道开光 《坟采尊》 《坟采亚道》是创与瓷器发展鼎盛的清乾隆时期 可以说是众多瓷器品类中的一朵奇葩 那么它在工艺上又有哪些奇葩之处呢 亚道又叫雕地 宫中称锦上添花 仅得着艺人叫它做爬花 具体操作是 先在白胎上用丝锦均匀地拍上一层色料 再在这些彩色的锦地上 用一种壮如绣花针的工具 刻画出细小的凹纹 因为图案就像机器压出来的一样 所以人们把这种工艺叫做亚道 亚道工艺是在当时的都陶官唐英 和景德镇工匠的不懈努力下 用景德镇最好的词用原料 最好的工匠不惜工本精工细作而成 历年来 粉采亚道词备受人们的青睐 市场价格逐年攀高 2011年在香港苏富比举行的拍卖会上 一只青钱龙浅黄帝儿阳彩锦胜天花 万寿连沿图长颈葫芦瓶 以过2.5亿港元成交 创下了青代瓷器拍卖的历史记录 好的 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第二组两件藏品 请看短片 本件藏品宝主认为 它是青代碧玉才智的法灵 为佛教中做法是所用 色彩对比明快 造型设计颇具强心 在一般文室外加入了人物的塑造 而这件藏品宝主认为 它是青中期端石陶氏燕 明艳出身实质润滑 陶型的设计俏皮可爱 雕刻题材令人玩味 燕合为黄花梨材质 名贵温润雕刻巧妙 那么两件不同凡响的藏品 一件青代的碧玉法灵 一件青中期明艳明和的组合 哪一件和宝主的描述相符呢 我们请十位高参 把关键词写在题板上 江夏先选一位 四号吧 四号 玉法灵大气 是的 这个做工非常的大气 你看那一做小佛 坐在尖上 这个做工是很难的 在上面这个绿色呢 又显得很沉稳 很庄重 下面呢又很艳丽 好 刘家 八号 八号 法灵一般是拿来用的 做法师的时候 一般都是用铜 它这响声会非常脆 所以拿这个玉的话 它的碰撞的声音是不对 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要请出 这两件宝物的宝主 我们欢迎来自河南洛阳的孙国斌先生 和来自北京的张鸿光先生 欢迎两位 二位好 孙先生您是做什么职业的 我是做这个语气熟唱的 您是职业收唱的 职业收唱的 职业收唱的 这个那为什么拿到我们这来呢 来的让大家看看 因为太烧简 因为我十年前呢 去韩国 说看见这个东西特别美 这是在韩国收的 对 这东西特漂亮 上面那个货又销 你见过这从来没有见过 上面做个销货的 当时花了多少韩元 那花多了 是千万的 那喝五万多人民币了 那时候 哦 那就上亿了呗 是吧 对 上亿了 上亿了 等于是从海外买回来的 对 好 谢谢 好 张鸿光先生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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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先生 这点是家传的 对 这是我爸给我的 这么一个验盒 您家里边 这种文房的宝物 是不是特别多 就是因为写毛笔字 完之后就 我爸就给我留了这么一个 这个好 能值多少钱 你觉得 咱们得七八万吧 比他那个怎么样 比他那个值钱 为什么 你这么直接就说 你比他那个值钱呢 文房四宝 这是 这是文房的 文房用品 他说文房 拿去 对 他那是法器 法器 法器不能写字 对 对 法器不能写字 整些出谣啊 文房不能做法 对不对 这是上下链啊 对 法器不能写字 文房难以做法 横梯是一锤定音 好 谢谢你啊 好 那么听完了两位的介绍 接下来我们请所有的朋友 包括十位高三 两位嘉宾 用按键器 做出自己的选择 来 各位 做出选择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十位高参 这一轮是怎么选的 呦 无比武 来我们来看一看两位嘉宾是怎么选的 来 呀 好两位 只有一位 回答是正确的 接下来我要代表本栏目专家来宣布 这一轮 两件宝物之中 描述符合事实的 是 是 清 清代必遇法灵 恭喜 来 来 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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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呢 宫廷出了一本有关宫廷收藏的宴和宫廷制造的宴的这样一个宴谱 叫西清宴谱 在这个宴谱的第十九卷上面有一方啊叫做端石盘桃宴 扁片的没有宴堂没有宴池就没有存水那地那个挖挖下去那一块没有 但是呢那方宴呢是宫廷收藏的背面呢刻着乾隆的提示宴的这个宴的这个宴谱 就是这这端是桃桃的下端是什么呢是那个桃叶叶子叶子跟咱们这个宴盒 宴盒的形式差不多就这方宴应该就是我们说的在西清宴谱的这个攀陶宴的这样影响下 这个仿制的这样一方一方宴谱 那就是说他的年代应该不会到清宴期了 对了他这个因为这个宴谱让社会想知道就已经要和那个清宴期就离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您估计他这个应该是什么年代 再看呢就是这个宴的上面的客宫比较粗糙 这个尤其是宴盒呢 上面这些客宫呢也比较的现代 就应该是呢一个比较晚的 是民国以后仿制的这样一个按照清代的中期的这样一个风格来做的宴台 那这个盒它是黄花梨的吗 黄花梨呢比较的细腻 那么这个呢和海南花梨呢又有很大的差别 看这个燕盒的木头呢 应该也是属于檀鼠的就檀木类的这样的硬杂木 谢谢张老师 感谢您拿着把握来到我们的现场 谢谢 谢谢 好下次见 再见 孙先生您觉得这件法灵现在能值多少钱 接下来我们来论证它的价格 我觉得刚才藏主藏家说的那个价格是我的心理价位 它很有灵性的那种感觉 就是你看它的光泽度啊 包括这个你走近它的那个感觉 所以我觉得一开始藏家就已经说了 十年前值五万块钱 而且他作为一个就是一个店主吧 我觉得他不太会买的特别亏 那我们按十年来推算的话 他在说之前我的心理价位就是二十万 好 说的非常有条理 你看没有 多有逻辑性 好好说啊 好 听完了文艺广播的看法 再来听一下新闻广播的意见 新闻广播的看法是比他出的要高 好 对我觉得他应该不止二十万 我对于他也是非常喜爱 我觉得值 好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请两位用按键器输入你们心仪的价格 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本栏目合作的两家拍卖公司和一家股完成 对于这一件碧玉法令 给出的市场估价和我们今天两位嘉宾给出的估价相差多少呢 三家机构给出的平均估价是人民币八万元 而刘家给出的是二十八万元 江夏给出的同样是二十八万元 两位惊人的一致给出的价格接近率都是百分之二百五 好 两位各拿上一枚标志 加一个星星 加一个钻石 恭喜你们 这个法灵啊 又叫金刚灵 又叫呢 藏灵 在这个佛教法器里面呢 它大致上呢 有一个表示唤醒觉醒这样一个作用 带了一个图册来 一个灵 一个储 两件作品呢 应该是收在一个盒子里面的 从这个作品上我们可以看出呢 大致上可以分这么几个部分 下边呢 是灵的部分 灵外边呢 会有一些图案 那么上边这一节呢 这饼瓣这一节是碧玉的 接上去的 就刚才那个清代宫廷收藏的这样的作品呢 它也是上下两部分啊 这个接起来的 它这个价格呢 如果是刚才我们这个图册上这样的一件 这样的作品 那就非常的珍贵了 那么这一件是一个传世品 那么 诗群了 本身呢 玉才呢 也相对来讲 说上来碧玉也不是 在清代呢 这个绿色的玉呢 不如白玉的珍贵 下边的这个灵这一部分 这个玉脂呢 不是那么特别好 没那么白 没那么白 还染了一些颜色 可能是为了遮盖 就是它染了一些颜色 相对而讲 玉脂差一些 那您觉得这个八万这个价格 八万这个价格 比较的合适 将来还有很大的胜质空间 哦 好 谢谢 关键最后这组地 谢谢张老师 将来还有很大的胜质空间 好的 感谢您拿着这么好的宝物 来到我们的节目 谢谢您 再见 再见 好 再见 好的 马上就今天的黄金大笔价 本件藏品出自现代著名画家张大千之手 老妆发心质 点点红眉 错落有序 神韵洒脱 配上画旁皮字 构图堪称完美 色色名利 红发黑树之外 又添加叶子的颜色 丰富了画面的色彩 说法用笔 仓劲秀意 顿挫有力 款质提携 感谢友人为其植眉树 使整幅画面洋溢着浓浓的情意 那么 这幅大师晚年创作的极品价作 古眉图 河谷和黄金相比 哪一个价格更高呢 欢迎各位回到一锤定音 接下来是今天的黄金大笔价环节 那么在大家做出研判之前呢 我们要请金运昌先生 为我们介绍一下 这幅张大千的名画 张大千先生这张画 画的是他最喜欢的红眉 提拔写得比较长 说得非常清楚 他晚年移居台湾以后 住在台北的摩爷经社 有一位好朋友 在南投县深山里的 一个叫雾社的地方 那个地方是高山族聚集区 给他找了这个百年的老梅树 移植到台北 所以他说情意阴权 这在当时是很难的事情 不容易交通也不发达 至深感激 我心里都非常非常感激 无以为报 写此树笔 聊以将意 没法报答人家 我就把这个梅花实际上画下来 回赠给你 作为我的一点心意 画梅实际上是带着这份 报答知己的感情来画的 所以画的很不一样 大千先生演不太好 不到六十岁就长白内障 一直闹眼病 所以他晚年的画 往往是应酬画 就是草草树笔了事 当然草帅有草帅之美 但是像这样画的这么细 这么精的作品 非常少见 这张画构图 我觉得经过了非常严谨的设计 老梅庄上长出几根心枝 那几根树枝画的翘 可以说我认为是增值一分则太长 减值一分则太短 所以我认为这是大千先生 八十一岁晚年的一张 极精之品 是带着感情来画的 谢谢金先生 谢谢 谢谢金老师 来两位 把你们认为价格更高的那一件 是画还是黄金 请在题板上 好 请亮题板 画 两位都选的是画 来我们顺便也给个价钱吧 江夏认为这张画现在值多少钱 其实我就在年初的时候 关注张大师的作品的话 以一尺幅来算 一尺多少钱 对那个时候我听到的市场价 应该就是一百万 出头对 所以我觉得应该到 两百七八十万 我的股价 我个人感觉 目前这幅画的市值 应该是在 一百八十万 对我个人的一个感觉 比他少一百万 好了两位都认为 画比黄金贵 换言之 按照时下黄金的价格 那么这幅画的价格 应该是超过一百四十万元 我们来看一下本栏目合作的两家拍卖公司 以及一家古玩城 对这一幅张大千古媒图静心 给出的估价是 八十万元 恐怕跟大多数人的想法不一致 这个八十万的估价呢 基本上符合今年的市场行情 目前国际市场上 大千先生的画贵的是什么呢 一个是他晚年独创的那个 泼彩山水 卖一亿多一张那个 那个贵 还有一个呢 是他早年的那个 公笔佛像 那个贵 也都到几千万一张 他的这种小品的写意花卉 相比这两个品种呢 还是要便宜很多 但是我们刚才说了 货跟货不一样 这张画是他晚年的一张极精品 所以呢 他的升值潜力 无疑要比五公斤黄金为高 谢谢 谢谢金老师 张大千 不仅善化山水 人物 其笔下的花鸟小品 也是笔墨清新 栩栩如生 他一生喜弄花草 栽树木 广至圆林 特别喜爱梅花 栽梅 赏梅 化梅 自愈 梅吃 一九七一年夏天 所摩一金色 以齐时布置一方梅秋 便植梅树 梅花盛开之际 约好有钱来赏梅 而他以梅花为题材 创作的作品 达百福以上 他底下的梅气象万千 不仅借梅花书写积极向上的人文精神 也通过梅花 表达怀想思千的情感 不仅善化梅花 张大千笔下其他类的花鸟小品 也是趣味恒生 受到藏家的喜爱 2000年至今 张大千花鸟系列小品图 共计上派215件 成交85件 成交额达3061万元 最高价派品为 张大千集检测 于2013年在北京匡时 以1495万元成交 五轮战霸 双方战屏 赛程过半 到底鹿似水手 西夏蝙蝠与景和镇的试验样品 哪个是真 哪个是假 一锤定音 精彩技术 接下来 进入我们今天的第四组 两件宝物 请看短片 本件藏品宝主认为 它是一只西夏石器的蝙蝠 又面成黑褐色 价值顶部漏胎的设计 使这个器物古朴粗发 湖面刻花明快大气 肩部有双耳可继绳便于鞋带 而这件藏品宝主认为 它是上个世纪70年代 景德镇陶岩所的试验样品 为右下彩的调色试验 与最终的产品相比 试验样品具有稀缺性 是藏家的另类收藏点 那么 一骨一鸡两件磁器 一只具有少数年族豪放风格的 黑幼脸壶 一只出自名产地的 试验样品绿幼腕 哪一件和宝主的描述相符呢 欢迎各位回来 今天的第四组的两件宝物 两位说一下第一印象吧 我更喜欢这个扁壶 我觉得那试验品看起来 没有什么假的空间了 对对 你说假的 仿造这玩意干什么呀 是不是 刘嘉欣选人 选谁 我选10号 就是我觉得那个晚嘛 那个年代就是没必要造假 我觉得还是比较真实 一个感觉 好 江夏选谁 5号 5号老师 我买了好多 73年那个年代的 的那个写那黑板的那种 那种书 现在那种字体 写不出来了 然后呢 我觉得他跟那个时代是对上了 这种感觉有点像啊 我记得小时候 一般这父母的单位会发一些唐词的盆啊 茶缸的呀 对对对对 上面表上写着 五一劳动节 劳动光荣 什么到省级劳模获得者 来一盆 也有这样的 是吧 我觉得这个乱 好看 好看 好了 我们请各位 在做出选择之前 认识一下两位保主 我们欢迎来自河南开封的 王毅然小姐 和来自河南信阳的 魏传武先生 欢迎两位 主持人好 二位 这是你们开封那边 挖出来的吗 这个是我叔叔几年前逃来的 因为我这个叔叔 他比较喜欢喝酒 他觉得这个扁壶长得吧 就有点像个酒壶 对对对 所以就当时就毫不犹豫地 就买下来了这个 当酒壶买 对 他说当时那个卖给他的那个人说 这个是西夏的一个东西 我对这个其实是不太懂的 我就大概查了一下嘛 我看西夏那个时候 他的很多器物的那个图案 都是以植物纹 或者是动物纹为主的 查得还挺气 对对对 我这个那个扁壶 我看上面这个图案 就像一朵莲花 我觉得应该是符合植物纹的 那个特征吧 所以我判断 它可能可能是西夏的东西 就是从植物学的角度判断 它应该是西夏的一个扁壶 对对对 所以其实我不太确定 这个今天就拿过来 想让那个专家老师鉴定一下 好 说得非常好 说一下您这个 这件东西是 近代珍的一个表手 他送给我 他为什么要送一个碗给你呢 他那地方不是瓷器多吗 他那馋碗 给我个小碗 你一直拿这个碗干嘛呢 我回来以后 也没在意 都是为了个小猫 当这个猫碗 这是一猫盆 猫盆 这猫还在吗 猫肯定不在 那么还在继续养猫 增监以后呢 不是在看那个小品吗 赵本山演那个小品 对对对 为了卖猫 对对对 拿这个盆 没错 你看可以 我拿出来诚心 研究研究研究 看到那个小品 觉得这个猫盆 一般都是宝物 感觉也是宝物 好吧 接下来我们要做出判断了 来 请做出选择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十位高餐的选择 十位高餐除了出微微 除了他之外 所有人都选择的是这只碗 我们来看一下 两位嘉宾的选择 全都选的是新右下产品 试验品 我不知道操持女士 您觉得呢 我对那个景德镇的陶瓷 还是有所了解 这个东西 对 因为在七十年代的时候呢 国家一直在研发新的诱料 对 尤其对右下彩 因为我们的绘画 是随着诱料的色彩 无端的丰富 而丰富了绘画艺术的 另外它那个字也是这样 研究所里面 所有研究的东西 都得标识 一个一个一个 烧出来是什么颜色 然后呢 一般都用小碗来做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您 估计大家吃了个顶心玩了 那么接下来 我要代表专家宣布 这一轮描述符合事实的 是 是 景德镇台员所 七三年试验样品 恭喜各位 恭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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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符合 我们的一轻手 我来说 比较好 哦 这个 你们心仪的价格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本栏目合作的两家排卖公司 和一家古安城 对这件宝物给出的市场价格 我们来看一下 两位给出的差价是多少呢 将下恭喜你 专业机构认为一万元左右 那这样的一个价格 给的合理吗杨老师 最近就是在这个收藏界 收藏瓷器567 这是一个热潮 像这种就是说这个实验品 就属于比较稀缺的 但是你从家位上来说 你要跟大师的作品 或者什么那个 还是有很大差距 就不能把它当作艺术品来说 对 但是从那个收藏价值来说 和研究价值都很高 你看我今天 杨老师带了一套 也给大家拿了一个 73年的实验品 这是我烧的 我烧的 我搞的配方 我当年在叠写 73年第6号配方 这个配方 这叫结晶柚 我这当时候是实验什么 那就是用电药 看看烧出来什么效果 因为不一样的配方 不同的药里边 它出来不一样 你看这个也是 景子镇呢 一样的配方 在景子镇 能超出来是绿色 你要换个别的地儿的窑 你要拿到这个十万 或者拿到寒丹点 出来颜色又不一样 所以你都得搞一下实验 好 谢谢 金老师 说到研究价值 我补充一点 就是刚才很多朋友 很感兴趣的 这个碗底的款制 那么呢 这个小碗很有意思 我就用社会语言学的方法 来给大家解读一下 这几个字 大家看 无论是汉字和阿拉伯数字 写的端正而熟练 很可能是一位大学毕业生写的 这个大学毕业生 什么时候毕的业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 为什么 因为它这里边 多数的字都写的是繁体字 而七十年代 国家早已推行简化字多年 它这个机席不能改 说明它是个老大学生 那么它学的什么科 学的理工科 这怎么看出来的呢 它里边有一个简化字 诱字 它用了一个瓷器行里边 制造的简化字 所以呢 它很可能是一个 理工科的大学生 它为什么不可能是文科的呢 因为文科的人 对于文字很敏感 较真儿的 到了七十年代 如果是一个文科的大学生 他早已经改写简化字了 东上所述 写这个字的人 可能是这个瓷场的 一位资深的工程师 或者总工程师 没准杨老师都跟他很熟 这个谁这个 金老师分析的就跟这酸挂似的 这样感觉他一点都不差 好 谢谢 谢谢 我们还有最后一轮两件宝物 请看短片 本件藏品宝主认为 它出自现代著名画家徐奔鸿之手 是画家擅长创作的题材 画面简练明快 马神态婆婆四体着地有力 虽在低头寻衣 却仍能让人感觉到别火生机 而这件藏品宝主认为 它出自现代著名画家马尽之手 其用半工笔半写意的手法 刻画的这只卧犬 神态真实 栩栩如生 笔触经为色色雅致 是宫廷画作的佳品 那么两位画家动入题材的作品 一件徐悲鸿潇洒经验的历史图 一件马尽刻画细致的卧犬图 哪一件和宝主的描述相符呢 欢迎各位回到一锤定音 今天的最后一轮两件宝物 是两幅画 刘佳你先选 来 我选七号 我觉得它这马 那个浑身内肌肉啊 好像比较松弛 那个狗呢 虽然说是那个 是握着的 但是我觉得它随时有那个 乐器的感觉 就是说狗 狗还是更精神一点 对对对 狗非常精神 好 江夏学哪位 我选十号 因为它写了一个 神 对 神 讹地神啊 是吧 神 我觉得那个马迹的那个画 就给人一种很真实的感觉 所以我一看就眼前一亮的感觉 有差了 是吧 对 接下来我们请出保主 来自北京的王振东先生 和来自烟台的林小林小姐 欢迎两位 大家好 两位好 好 我们先请教一下王振东先生 王先生您这幅画是什么时候得到的 这是我以前买的 在京外买的 这么小的一幅啊 应该是徐宏先生早年的一张作品 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 尤其小画 因为我就是学美术的 因为小的字画 表现在非常小的尺幅上 是非常不容易画的 尤其画侧页这么大的 这应该是个侧页里面 侧页其中的一张 一张 好 谢谢啊 你好 你好 猪一哥 猪一哥哥好 你这个叫卧犬图 对 卧犬图 哪来的呀 这幅图呢 是我的一位远房的亲戚 我的一个大伯 表叔 大伯 对 他那个是亲叔叔 我这是表大爷 前两天的时候 我也有问过他 为什么说当时 那么多的拍卖品当中 唯独就相中了这一幅 这是拍来的 对 拍来的 然后他给我说 觉得这个 我们这个犬 和普通的这种犬 是不一样的 高贵 对 后来我也查阅了一下资料 的确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马进先生 他的这个父亲 是给这个满清的贵族 给他管理过马匹 然后他最擅长的是宫廷画 所以我个人猜测 很有可能这批犬 是一个贵族名犬 他姓马 姓马 所以犬呀马呀 这真是 我跟你说 这两张搁一块 真是生色犬马的 我跟你们说 好 来 我们请所有的 十位高三和两位嘉宾 做出选择 如果认为徐碑红这幅队 选红 认为马进这幅队 选蓝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十位高三是怎么选的 十位高三 没有人选择徐碑红 全都选马进 我们来看一下 两位嘉宾 他们的选择是 马进 好了 接下来我代表 本栏目专家宣布 经专家鉴定 两幅画中描述 符合事实的是 马进握犬图 恭喜各位 这张徐碑红的马 问题出在哪里呢 老先生对不住得罪您了 这个我说说 我个人的意见 徐碑红先生 大家都知道 他在留学的时候 包括他学画期间 对于马 是下过极大功夫的 他对于马的各种动态 还有马身上的各种肌肉 线条 可以说了如指掌 在这样功利的基础上 他画的骏马 可以说是行笔迅疾 但是笔能出 传神 每一个线条都没有臃肿的和浪费 那么我们看这一副小腹的马 首先比较触目的就是 它的后背和臀部的那个线条 比较软弱和臃肿 没有体现出肌肉的质感 就是说和徐碑红大师画马的功利上有差距 这样行的犹豫就导致了神的散漫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 是画的提款的字迹 我们这个节目上反复曾经告诉大家 徐碑红先生对于胃碑体 有着极深的造语 甚至很多朋友说 他的字笔画还要好 那么呢 他写任何小字形书 他的笔里边东西很多 小动作很多 他会把卫碑那种顿挫写出来 而这个款子呢 显得也是很软很散 甚至有些字 它的结构都不太好 不符合徐碑红先生的这个书法水准 对不起 好 谢谢金老师 我相信王先生现在心情肯定好不来哪去啊 不过还是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 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 谢谢您 再见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张马进的握犬图 你的这位大伯 认为他应该值多少钱 他当时拍的时候是七万多 什么时候拍的 近两年拍的 刘佳你认为江夏这轮会出多少钱 三万八 江夏你认为刘佳会出多少钱 两万六 请出价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本栏目合作的两家拍卖公司和一家古玩城 对于这一件马进握犬图给出的市场估价 究竟是多少呢 是二十万元 江夏出价四万八千元 刘佳出价六万元 更接近的是 刘佳 这里头还有我一份功劳 他为什么从七万能升值到二十万呢 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我拿到这张画以后 我做功课的时候 我发现这张画很眼熟 我就查了查 家里关于马进的图书资料 这就是著名的人民美术出版社 大红袍从书里边的马进卷 在这本书的八十九页 恰恰印着这张画 而且经过仔细比对 确实就是印入书中的原画 哇这个厉害 那么把这个情况 报告给两家拍卖行和一家古玩城 所以他们就把估价上调为二十万 那么在这儿呢 也可以跟电视机前的藏友们呢 普及一下这本书的情况 这个为什么叫大红袍 这是俗称 因为它的所有书套都是用大红色 这是人民美术出版社 和台湾锦绣出版社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联合出版的一套丛书 向全世界发行的 叫做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 大概有二百多本 这二百多本书 实际上就囊括了 从晚清到现在 一百来年 中国最优秀的画家 能收入书中的 是经过审定的 经过多位专家审定的真迹 那么所以呢 如果一幅画能够收入大红袍里边 那么无疑它的收藏价值 将成倍的增长 甚至几倍的增长 对吧 因为这等于给它加了一个光环 加了一个保真证书一样 所以呢 我请大家在收藏的时候 要注意注录 有时候一个注录 能给你的藏品 增值不少 我们再收拾这张画本身 马进先生 早年十几岁的时候 拜宫廷画师 赵书村先生为师 直接上乘的是 朗世宁的画派 因为朗世宁 王志成 这些西洋传教士 当初在宫廷里的时候 他们是办过学习班的 就是给中国的画师 传授西洋记法 所以呢 他们的画派 一直流传到晚清 由马进先生来继承 所以呢 他画的走兽 既有形又有神 还有书卷器 在津津画派的画家里边 独树一帜 可以说呢 在走兽画的画家里边 当时是第一把交椅 所以呢 我们看这张狗 虽然是小写意的画法 不是那个最工的工笔 但是呢 他的这个神态 眼神 这个姿势 还有他身上的毛片 无一不逼真 这个呢 在咱们现在的社会中呢 其实这个画呢 也是很有市场的 因为咱们现在 喜欢狗狗的人很多 是吧 我相信呢 这个如果再次上拍 祝上这个大红袍 祝鹿 一定会创出佳激 好 谢谢 谢谢金老师 也谢谢你带着你 这 大伯 是吧 对 大伯 大伯 这张 我跟你说 我看见什么东西印在书上之后 我就肃然起敬了 真的 是吧 有一本书啊 叫这个 注意说菜 那里边有我 欢迎你 好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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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在我们的现场呢 这个 非常遗憾 两位打平了 平了怎么办呢 我们决定出一道 家事题 请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100.6 新闻频率 主持人刘佳 回答这样的一道 惊天地气鬼神的题目 这道题 如果你答对 你将获得今天最终的大奖 如果你答错 你的前同事 不是恋人 胜似恋人的江夏小姐 将会获得这件大奖 好 这道题的最终解释权归 金运昌先生 请 请听题 跟刚才的作品有关系 请问 接下来三个选项中 哪一件是徐碑红的代表作 A 鱼公移山 B 开国大典 C 87神仙图 请选择 ABC选哪个 选C 87神仙图 是徐碑红的代表作 这是你的答案 对 请教金运昌先生 不好意思 您答错了 81神仙图 是徐碑红先生 收藏的一卷著名的古画 而非他本人所作 鱼公移山 才是他的人物画代表作 他不义 谢谢郑老师 谢谢 谢谢你 佳佳 谢谢你 来 请将下上台领奖 我们有请高级工艺美术师 曹池女士 为她颁奖 好 来 来 颁奖了 颁奖了 恭喜 我们也 再次 恭喜你 恭喜 谢谢 好好好 在这里 我们要看一看今天 我们的高餐 有没有获奖 一共有四位高餐 显身了非凡的能力 答对今天所有题目 恭喜你们 感谢各位收看本场的一锤锦音 我是注意 下次见 再见